馬尤雄 雄雄 集中 李洛 文貴 大家好 終於來到第4集 頭1、2、3集 大概那個編排 希望大家要用力也記得 第一次說 作為一個信徒 到末世的時候 我們會被提離開這個世界 死了的人就會復活 第二次說 主要說啟示錄 就關乎到教會被提之後 死了一個人 寫了一個信徒復活之後 在啟示錄那處告訴我們 地上將會有很大的災難 臨到世界去刑罰所有微信的人 到上一次 第三次 我們就從耶穌的話那處 來看耶穌如何說關乎到人的事 主要看《馬蟹福音》第四章 耶穌告訴我們 活世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先兆 輪到之前 有很多迷惑 要我們謹慎 要小心 也提醒我們 要在愛心上 要不要冷淡 要忍耐 因為會有迫伯 有人含害等等 大概就是這三次所講的概括 這次呢 其實是繼續講《馬蟹福音》 第四章 打喉下去 耶穌講花和活世的東西 還沒有講完的 還有的 所以這次呢 我們就在看他們的下面 上一次 停了的時候 講到耶穌說 可以看下無花果樹枝葉 掌葉 發亂的神 來做個比方 提醒我們 就關乎到那個時間性 就好像有些契機一樣 希望我們在這樣看到之後 就真是 認識到時間很快就會流到 氣球綁著在我們身上的氣球 就很快會爆 這樣我們可以整成 但是呢 繼續講它的時候 耶穌仍然是講那個時間 我們看一看這書的經文 《馬蟹福音》二十四章 三六至四日四節 三六節那裡說 那日子那時實 沒有日之道 而天上的事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獨父之道 耶穌特別再提到 叫人們不要太過準確地去估計 那日子何時會來 因為他們說 真正是何時呢 他們不知道 其實這個經文 配合其他時間的經文 是連貫的 因為呢 在彼得文神書那一章 彼得說到 究竟神何時才會結束這個世界呢 那便 彼得那一章就說 很多人呢 祂是指當時的信徒 很多信徒以為 神是擔延那個時間 彼得解釋就是 神其實不是擔延那個時間 而是神是不想那些人沉淚 神的心意裡是想每一個人都得救 因此呢 就是世上那麼多人 有些還未得救 那麼快結束 那些還未得救 還未曾去悔改信耶穌的人 怎麼辦呢 那神就是想等他先 那等下 有些新的人出生 那些長大了 那些最未信 那就是一路等 就是神的心意 其實一路會希望 所有的人 每一個人都信 都悔改 所以這個日子 一路會好像 未完結未完結 一路等 那究竟何時呢 何時才是呢 我都不知道 耶穌這道說都說 知道 唯獨父神知道 另外聖經我講 就是說 到 當人的人 只滿足的時候 才會悔悔到 那何時才滿足啊 那麼 前一次我們看啟事物的時候 不是說 當個大災難臨到的時候 地上所有的人 他們都不會改他們的罪行 意思呢 到時教會被提了之後 這件大事發生之後呢 留下在世上的那些人呢 其實他們真的不會信 那即是說 怎樣呢 即是說 到教會被提 死的人復活 那一刻 要發生 是何時發生的呢 就是在神的眼光裡面 看得到 當時地上所有的人 應該是會悔改信主的 都悔改了信主了 正好那些人 都是心硬不肯信的了 那神就說 這一刻就有事了 那一知幾時才是 現在不知道 那神一路等 希望等多些人會信主 希望這個人會信 那個人會信 這樣 是二聚處在這個時刻 所以呢 耶穌就說呢 真是哪個日子 哪個時辰都不知道 但是 但是 還不知道呢 都有一些的資料呢 講到的 那耶穌呢 就說 37節 羅雅的日子 是怎樣呢 日子降臨的時候呢 都是條件 所以呢 要特別講講日子降臨 要重複回去 要重複回去 說耶穌降臨半空 死了的人復活 未死的人呢 被提到 魂裡與主相遇 這樣 耶穌去了一半降臨 地上的人 死了的人上去 那 地下呢 就發生了很大的災難 但是這個時間呢 那個大災難的時間呢 會很短的 短到多短呢 不知道 在聖經來說呢 就是說 有一個 最後的七 是要應驗的 那麼 根據當時 但耶穌所講的那個 的預言呢 其實在耶穌 復活聖經之後呢 已經是開始了 那個最後一個七 那麼 那當時的人呢 就是 去解決聖經呢 就覺得呢 耶穌醒過天之後呢 七年呢 就會世上的人了 但是就是等著等著 等著 為何越來呢 那麼 保羅呢 寫信給警察下來 加利人都告訴他們 就是 會 會後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死了一個人復活 那麼 那路會拖下去 拖到現在 二千年了 都還未拖到 那麼 根據 一路那個 幾個 幾個 寄言的 解釋綜合來講 就是說 那七 這一半呢 就剛剛會是 教會被牌 死人復活 耶穌國民本空 但是 一半就是3.5 三六二分一 那麼 就是說 這三六二分一呢 就根據《彼得前書》那裡講呢 神呢 將這三六二分一 不是三六二分之一 年了 拖長了 拖長了 到現在二千年呢 這三六二分一呢 都 好像未完 那樣 但是臨尾就有三六二分一 那三六二分一呢 就是說 大災難開始的時候呢 根據聖經所講呢 神呢 就會將這段時間縮短 免得呢 地上的幾千年人呢 捱不過那些大災難 那麼 這次呢 就是說耶穌降臨半空呢 就是中間 那七的中間 耶穌真正降臨到地上呢 就是七的最後 那麼 那三六二分之一呢 就會縮縮縮縮 縮得很短的 所以呢 在聖經裡面 很多時候講話 禮止降臨呢 其實是講了兩個 降臨半空 停一停 跟著 再降臨到地上 完結那個 最後的一個七 那麼所以呢 這段 人之降臨呢 我們要留心呢 是兩件事情呢 都一起講的 那麼 那時候會怎樣呢 三十八節 他說呢 好似羅雅的日子 羅雅的日子是怎樣呢 如果大家在這個 《教教教聖經》 記得羅雅的故事呢 就是說 那時候羅雅呢 哇 耶穌叫他 做一隻大的木船 在山頂那裡 大家有沒有見過一些船廠 在香港 如果大家有時候去 以前張軍澳 或者清姨 在幾十年級 太古城那裡 船 起船 當然是在岸邊 在沙灘那裡來的 那麼羅雅呢 說 在山頂那裡來 那麼那時候 那些人覺得他是怎樣 肯定是這個問題 還要做一隻船 很大很大 但是他呢 可以將一些動物 就是每一種動物 都選一公一母 都放進去 那你說是不是傻 還到處去找人來幫忙 建一隻船 理真的 不是說一下 那你想想 那時候 這麼落後 幾千年前 要建這麼大的船 真的建幾多年了 五十年都八年了 可能其實是十幾二十年 變成了其實是 羅雅領受了這個啟示之後 他又什麼都不做了 他一生的事業 就是要建一隻這樣的船 那些人肯定說他傻 因此呢 就是說 傻之餘 有份工打 不要緊 就去幫他打工 起船 就有樓樓下 有生活 那樣 那麼很多人呢 都覺得他所說的不是真的 因此呢 就是到他入方舟那一天 有人跟著他進去嗎 沒有 只有他自己一家人八個 其他所有的人呢 都沒有跟他進去 那所以呢 羅雅的日子呢 就是說 洪水淋到之前呢 那些人是怎樣的 是照常吃喝嫁取 當羅雅傻的 照常生活 照常辦喜慶日子 不感覺到 有一個這麼大的危難 將會覺得 直到羅雅 進入方舟的人子呢 進了方舟 又怎樣的呢 39節 不知不覺 洪水就來了 洪水來呢 將所有當時的人呢 都衝去了 一個認罰得到他們 人子降臨 也都要這樣 耶穌說 他降臨的時候呢 那個情況 都是要這樣 就是說 耶穌降臨的時候呢 世上所有不信的人呢 都覺得 那些基督徒是傻的 哪會有這樣的事呢 很正常 覺得這個世界呢 仍然轉著 仍然運作著 我也不知道多好 他們是不覺得有這樣的問題的 仍然很正常的生活 這個呢 我們就要立心了 就是說呢 因為 到耶穌要回來的日子呢 當時的世人呢 全部都不覺得 一回事 只有一些警醒的基督徒呢 就說 我們要警醒 主隨時回來 這樣 所有日子都會說你傻的 如果你跟別人說 你說 我現在很警醒 預備主隨時都會回來 你傻的嗎 你幾千年都不回來 為何要回來 可能這樣說 照安排 明天請你喝啊 你來啊 明天要有些什麼生意安排啊 就是 朝上運作 都不會好像你這樣 都說 有一個警醒的心 會 耶穌回來 世人當時就會這樣 耶穌又告訴 目督徒聽 到時呢 情況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要看問題 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裡 娶她一個 撇下一個 兩個人在田裡 娶她一個 撇下一個 所以你要警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哪一天來 家主若知道幾間天有賊來 就必警醒 不容人 或透乎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所以你們要預備 因為你們上不到的時候 日子就來 整段呢 耶穌就是告訴他們聽 就是 世人會這樣 但是你們要警醒 雖然他們不覺不覺 說有什麼事發生 大神之 就會隨時來到的 來到的時候呢 那些刑罰是怎樣的 在這處呢 這段事情已經有些人跟他解分 但是呢 順序這樣看下來呢 我的看法呢 就是說 洪水這樣來到的時候呢 洪水來到是要刑罰 當時世上的人 衝去一個 那個是被 以嚴閥 取去的生命 即時 因為那個災難 而去世死 剩下一個 就是說 在那個災難裏面呢 留下 當時沒有死到那個 那 工作的 他又說到 那些女人在推磨 做工那樣呢 有一個被取去 被洪水沖走 死了 又剩下一個 就是說很多人死 如果這樣 真的死了半 那個大災難難到的時候呢 死了很多人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裏面的 有一個 就死了 被那個大災難 發生的事情 取去的生命 剩下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又取去一個 又剩下一個 到時那個災難發生的時候 會是這樣的 所以呢 作為門徒 主題他們 他們要警醒 主 哪一天來到 你不知道的 這等於 你防這些道賊感 如果那個賊 以前拍 這場面呢 會有飛鏢 飛過來 在處一處說 那個俠道呢 今晚就會來 就是 搶劫你 偷你的東西 那樣 那個 原來呢 就會找一些武林高手來 Stand by 看看他 怎樣可以來 來偷取他的東西 會這樣問 如果你真的知道他什麼時候來 你當然有學備了 不過耶穌說 那天來的時候呢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會說 可以這樣說 說完 你什麼時候來 你就有足夠的準備 但是你知道 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們要準備 你要準備 你想不到什麼時候 就會來 隨時都會來 所以你記住那個地球 綁住在你身上 隨時都會爆 隨時都會爆 然後呢 耶穌是當同那個人子 再這樣 再這樣 用這個的比喻 羅瓦方舟的比喻 告訴那些人 要不要他們 要警惕 要留心 不要突然之間 這樣來 措手不及 那 接著呢 馬太福音 和其他基本書 講到 末世 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在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 都其實有講到耶穌 講關乎末世的事情 那馬太福音 很特別呢 就是說 跟著說下去的時候 再講到四個比喻 然後呢 整個關乎末世的訊息 在馬太福音 才會完結 在路加福音 馬太福音 都沒有 這次呢 這四個比喻 有很特別的意思 我們這次呢 就要看完這四個比喻 因為如果 看一個呢 是不足夠的 四個比喻 簡單的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 講一些中心的仆人 第二個呢 講十個同類 第三呢 就講呢 就按 財能呢 來去 交低一些銀子 給一些的仆人 跟著呢 就第四個 講這個 供養綿藥的比喻 那四個比喻呢 如果你獨立去看呢 你可以有很多解釋的 也可以是一些 很有 有健設性 很健康的解釋 但是那些獨立去看 的解釋 是不是 馬太福音 要上傳來的訊息呢 如果我們一齊 這樣看過去呢 你會發覺呢 就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我們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呢 就講到 中心有見識的仆人 耶穌呢 用這個比喻來講 哪一些是中心有見識的仆人 啊 他們呢 為主人所派呢 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主人來到看見他們這樣的神呢 那個仆人就有福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港若那 惡僕心裡說 我的主人必來得前 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和 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汗 在想不到那些人 只不知道那些時辰和僕人的主人要來 重重地處置他或 再把他腰斬掉 令他和假務為食的人同罪 在馬裏必要哀哭絕詞 這個呢 都 很多時候 不同的地方都會看過的一個比喻 那麼重要的呢 就是說 這些僕人呢 他是主人派的做什麼呢 管理家裡的人 希望他們能夠按時分量給他們 按照那個順子路看下去呢 我們待會再看那個解釋 就是說這一書所說的呢 應該就是 主人派一些人去管理他的家裡 那麼在神來說 他的家是什麼呢 這個我們知道 教會就是神的家 那麼神的家呢 也都包括了他的選民 那麼所以呢 其實神的家呢 是說有教會和有意識的人 那麼這書呢 他說 神派一些人去管理他的家裡的人 希望這些的僕人呢 是要按時分量 是去餵養 去照顧神家裡的人 那麼在這個教會來說呢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那些牧師啊 那些主要的職責 是什麼呢 就是要按時分量給末童 按時將靈裡面的量 將神的道神的生命 去灌輸去講解 去令到你們明白 接收到消化到 以示你的生命能夠成長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僕人 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要按時分量 給神家裡的人 在教會裡面呢 服師傳統的人那些呢 就需要這樣做 如果這樣做的人呢 就很複雜 但是 他說 有一些惡的僕人呢 他們就想著 哎 這個家主會這麼快回來的 那麼兼且呢 就是說 動手打他的僕伴 有沒有愛心啊 沒有愛心啊 沒有愛心啊 你如果要去餵養一些的 人 或者呢 就為媽媽的 你要餵養你家裡的小朋友 照顧他 你會不會 用惡毒的心打他 不會的 你只是用愛心打他 想他好 但是這處呢 講的惡毒 就不是用愛心去打他 真的是 動手打他 惡毒啊 兼且呢 那些僕人呢 為甚麼惡呢 就是跟那些醉酒的人 一同吃喝 就是說呢 按時分糧地 教會裡面的信徒就沒有了 就自己呢 就掛著 跟那些醉酒的人 一同吃喝 享受自己 很有趣呢 就是說 物以類罪 人以物分 有時候有些人呢 你未必就這樣看他 看得出是一個甚麼人 那麼有些風靈人呢 說過呢 就是說 你看他身邊的朋友 他跟黑夜日 最好朋友 經常來往 那麼 他就會是那類人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不會經常都跟那些朋友 即是朋友 那些朋友呢 經常這樣 出入 生活啊 參與一些 共同愛好的活動 所以呢 就像那些人 你本身看他 不是太清楚呢 你看看他交甚麼朋友 那這些惡毒 就交甚麼朋友 喜歡醉酒的人 交朋友 那他呢 就是那類的人 那這些人呢 那這些人呢 到主人回來的時候 要怎樣呢 很重重的情字 因為他沒有 完成到應有的責任 那就是他是 惡毒 打這個神家裡的人 沒有盡責 他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 很重的情字 對哦 另一個的翻譯或者解釋 說把他腰斬了 他要哀哭切齒 神秘的一句 是他假暴為善 那因此呢 這些的人呢 不是信徒的 並不是說 你信了 做事做得不好 那你就要受本大的嫌犯 要哀哭切齒 沒有的 是信的人 但是 到將來 面對神的時候呢 那個是恩典 不會有懲罰的 這些人 受到這樣的懲罰呢 因為他並非信徒 並非悔改 將自己的罪 交給耶穌 來代替那些人 在神的面前 這些是 有神以此生命的 悔改所的信徒 所以這一幫人呢 他們是要哀哭切齒 要被定作 假無謂善 要腰斬 那這個呢 很大的提醒呢 就是說 在 神的家裏面 作為領袖的呢 哪一些人 才是 神認可 神認為 他所作的功 神說 對 做得對 是有福的仆人呢 即是按時分類 有愛心去愛護 神家裏面的人 那些 的仆人 有一些不是的 到將來呢 就會知道 那這個第一個比喻呢 就是要講 在神的家裏面 那些仆人 耶穌說 將來 會有一些 惡仆呢 會 找到出來 其實他們是不信的 在那裡 圓獄 那跟著呢 就是第二個很出名的比喻 第二個很出名的比喻呢 就是說 十個童女了 那我 告訴大家 有些東西是這麼熟悉的 那時 天國 好被十個童女拿著燈 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個是愚絕 五個是聰明 愚絕的拿著燈 卻沒有預備游 聰明的拿著燈 又預備游 在氣味的裏面 新郎延遲的時候 他們都打頓睡著了 半夜有人喊著說 新郎來了 叫你們出來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起來收拾燈 愚絕的 對聰明的說 請分點游給我們 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 聰明的回答 恐怕不夠你 我 用我 不如你們自己 到賣遊的那裡去買吧 他們去買的時候 新郎到了 那預備好的 和他進去坐直門 就關了 其餘的童女 他隨後也來說 諸阿諸有給路門開門 他他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認識你們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那日子那事實 離門不自律 這個說就是很出名的童女比喻 那 這次講的童女 聰明的如絕的 很簡單的就看 有預備 與沒有預備 那 但是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 在到最後 說不認識他們呢 如果他們全部都是真的信徒的話 到最後為什麼主會說不認識他們呢 因此 就是說 這次所講的十個童女 並不是十個都真是信主的童女 有五個是真 五個是假的 其實是靈不救的 他們只不過是參與了教會的活動 在信徒裡面呢 表面上他都是信徒 所做的事呢 都是信徒所做的事 人分不到 但是神會分得到 到那一天 每日來到的時候呢 這五個沒有準備的童女呢 他們真相呢 就被暴露出來 其實他是未得救的 由 在聖經裡面 很多時候都是講聖明的 這算是 如果你用這樣的方向去看 那些說話 有沒有為了登准的由呢 都是可以 有由的 就是有聖明 得救了的人 是一定有聖明 在你的裡面 你得救的人 是沒有聖明在裡面 有聖明在裡面 是有神而知的生命 沒有聖明在裡面 是沒有神而知的生命 因此呢 就是說 有一些個別的教派呢 就是教會呢 就很特別去 去 傳講 或者去 講到有關 你有沒有聖明這件事呢 來去追求一些很特別的事 那就 今年 去年差不多這個時間呢 就我有朋友呢 在荃灣呢 說 有六六打羽毛球 那我就說 唉唷 我都很久沒有運動 那我就去運動一下 那一個 朋友 出負呢 都是回荃灣附近的一家 教會的 那他太太呢 我也認識的 但是有時候 你也知道 打於毛球攻擊面 其實坐的時間多於打 打 打兩星期就坐 你打 你打 他就說 那一個 我朋友的太太呢 他就 剛剛 中完封 那就 幸好沒有事 都 康復 但是 外人看不出來 他覺得自己 有點遲鈍 就是說 自己有時候想要 慢了一點啊 就會這樣 但是外人不知道 那 他就說 他在教會 就很特別去講 說 你要有聖靈 就怎麼樣 他提出了一些的問題 那當時 就 從神尼的智慧 我就這樣 跟他解釋 我就說 其實 信了的信徒 有聖靈 是一定有的 不過你們感覺到 那我就用了一個比喻 先問了你們一個問題 有多少個你現在感覺到 你的心在跳 他就 有人笑 我問你 傻啊 我怎麼會感覺到 我的心在跳 那你感覺不到 你的心在跳 那我就問 你 有我的心在跳 有 你的知識告訴你 有 但是問題就是 有時候 有些地方就說 你有知識不行的 你有感覺 那我就說 比如你有個心臟 那你怎樣才有感覺 你現在跑了十個圈 那你就有感覺 那你又有感覺 那你心在跳 你就有感覺到 你的心在跳 我平時坐定定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 我怎麼會感覺到 我的心在跳 不會的 不過我的心真的在跳 你絕對相信 你絕對相信 是不是 那我就說 其實 聖靈都可以用這樣來理解 信聖之後 聖靈在我們裡面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聖靈 你讀聖靈多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 有一句聖靈的畫 走出來提醒你 那時候有需要的時候 你的心會 跳 聖靈就走出來 告訴你 究竟怎樣 平時不會的 那些派的追求 感覺就是 糟了 我連他的感覺都沒有聖靈 那他又要做一些特別的事 那我覺得是 有些問題 那所以呢 那就是說 有沒有聖靈 其實每一個真是 信於主的信徒 都有聖靈 你讀多聖經 祈禱 一起聚會 那你就會知道 你自己有沒有聖靈 再從聖經裡面的 的信息 來你去判別 再經歷一下你自己的 你的心靈和他遭遇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自己是無神的 你不能夠採算 感覺不到 那不是那麼正確 那講到這次的比喻 就是說 有由的就有聖靈 因為有神而知的生靈 沒有由的沒有聖靈 因為沒有神而知的生靈 因此到悶日的時候 沒有神而知生靈的人 耶穌就不認識他 雖然在現今世上 他的行為 他做的事 他參與的活動 或者他經常回來教會 所做的一切都很像這個信徒 所有的信徒都不像 但是實在 然後回來教會 就是說 純粹回來覺得 某人說話都挺好聽 那些人很nice 對你又挺好 那些人沒什麼機心 不會害你 都是一個好的地方 好過去邊署社團 那些人要聚會 認識朋友 至少他不會害你 善你 回來聊聊天 都挺開心 如果你停留在一個這樣的層面 不是真是認識這個福音 真是認識耶穌悔改這個聚 你還是那五個未有柔的同侶 所以這也是一個圈面 就是說 未有柔的同侶 你要將自己轉化成 柔柔的同侶 你要真是悔改成全 所以 你就能夠成為那五個有柔的同侶 將來主回來的時候 你就能夠跟主一切 否則的話 你就在門外 國民說主下主下 主都不認識你 所以這時候 又再提 十三節 那日子那是神 你又得知到 其實在所有教會裡面的信託 那日子那是神 你又得知到 要警醒 看清楚你自己 是屬於哪一個的同侶 第三個比喻 就是說 十四節 大家看看已經十四節 然後我留了兩個字 二十五張 十四節 有 留了天國 很重要的兩個字 我在電腦抄內的時候 就抄了兩個字 這裡 十四 天國又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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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 天國這兩個字 因為 在同侶這段 有天國 剛才說了 天國裡面有什麼人 有教會 有 以色列人 這段就是 教會裡面 是天國 這裡 天國 天國又好比 一個人 要往外國去 就叫了 牧人 來 就將他們的家業 交給他們 按照各人的財幹 給他們一些銀子 一個給了五千 一個給了二千 一個給了一千 就往外國去 那領五千的除職 那去做買賣 另外賺了五千 那領二千的照樣 賺了二千 那領一千的去挖開地 將主人的銀子賣藏了 過了去 那領二千的主人 來了 和他們全著 那領五千 銀子又帶著 另外那五千來說 主啊你看看 你花給我五千 我賺了五千 主人又說 好 你這個又良善 又忠心的牧人 你在一些 不多的事上 又忠心 我要把很多的事牌 給你 可以盡來享受 你主人的快樂 那領二千的也說 主啊你交給我二千 請看 我又賺了二千 主人也賺上去 有良善 又忠心的牧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又忠心 我要把許多的事牌 給你管理 可以盡來享受 你主人的快樂 那領一千的來就說 主啊我知道 你是隱身的人 沒有種的地方 你要收獲 沒有散的地方 你要聚念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錢 埋在地裡面 請看 你的原銀子 在這裏 主人回答 你 你 這又惡又難的 伯人 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 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 要聚念 就當把我的銀子 放給 對換銀子的人 到我來的時候 可以連盤帶來收回 他們奪過他一千來 吸爛有一萬 即開頭我講 因為朋友的混淆 他叫他又沒有 沒有 他所有的大要奪過 打者 無用的伯人 雕在岸面黑暗 在那裏 你必要哀哭徹辭 這個呢 就是一個 也都是很出名的 比喻很多人去解釋 這個呢 正正是一個 比喻 如果你獨立去看的時候 沒錯 你可以看到你的意思 但是那個意思 我覺得就不夠全面 這樣一直看下來的時候 這說就講到 以色列人 在天國的裏面 神是怎樣對他們呢 這班的以色列人 我們知道在他們的傳統裏面 他領受了神的律法 他們對神的律法是什麽態度 哇 神的律法 一字一句 跟得足 小心點 不要去犯 是好的 不過 就到了一個地步 就 耶穌舉過一些例子 有一個人 在路邊 受了傷 被賊人 打完 那些祭司 又壞人 那些經過 不理他 就走了 就一個好的薩巴利亞人 就去救了他 幫了他 耶穌就說 這些人 守律法 守到這樣 真正有需要的人 就不幫 就死守律法的規條 很多次耶穌都說 那些法律賽人 說他們假務為善 是吧 說他們沒有真心的去守律法 說安息日 安息日 那個人 病了38年 在安息日 耶穌醫好他 他就說 這人犯了安息日 要做耶穌 讓他領罪 耶穌就專門這樣講解給他們聽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 是要令人得安息 在安息日的裏面 那些職員 如果自己有一隻牛 跌低了 他也會把他拔回來 但有個人 如果受痛苦 他們覺得 去將這個人 從痛苦之中拔回來 就是犯了律法 即是他們是 轉了牛角尖 是將那些神給他們 美善的律法 沒有真正的來發人光大 來去將那個神的訊息 來傳遞了下去 反而就正正在那個 的文字 那個框框 那順來死守 那這順呢 就正正是 這些的律人 他們領受了 神交給他們的銀子 有沒有好好的 來去運用 有沒有好好的按著神 給他的多 給他的少 來去真正的去運用呢 有的 神話 是一個好的部分 那個沒有的 就正好給那些的 以色列人 那些特別是法律賽人 將神的律法 很按規條這樣 來守那個外邊 真正那個精神 就沒有去發揮出來 那些就是 將那千 埋在地上那裡 如果神回來說 你有沒有守律法 有我 那守足的 那神說 啊 那要守足 就是那一隻 就是那一隻 沒有真正的 將神交給他的律法 來到去遵行 來到去 教導以色列人 令到以色列人 成為一個 守神律法 討神祈願的民族 那這個的比喻 如果按這個方向去看 我們覺得更加有疑似 因為呢 特別是 去到最後的時候 那些 做得好的 神話 受賺相 做得不好的 到最後怎麼說 沒有用的 要在外面的黑暗 哀哭前辭 以色列人裡面 並不是說 但是 凡是以色列人 這一天 都到最後一定得救 都是要肯悔改 他們當時在 舊約裡面 十八個律法 他們是真正去領受神的 那個律法 來跟從 不是按字面 死去的 那些 是在神的面前 悔改 我們叫做得救的人 明白嗎? 以色列人 他們不一定要靠 信我們現在的福音 如果現在這個時代 是信福音的以色列人 歸於教會 信耶穌 信福音 那個範圍 還是由派人那些人 他們不信 現在所說的福音 說信耶穌 十字架 為他 代罪 得救 即他不是出這條途徑的 他又從 以色列人 守神的法 那處 按阿伯拉罕 大維波的約 來得救 這處就是說 那些真正 是以色列人的人 是會得救的 但是 有些假無為善的 有些 並不是真正去 在十年前 悔改 信靠神的 那些人 要怎樣 是天國以外 因此 看法的時候 教會裏面 有真有假的 以色列人 這批人 裏面 都是有真食人 有假食人 有假食人 因到 那些 假食人 到最後 你是愛憩恥恥恥 並不是說 你作為一個信徒 你安身 交給你的才能 你會發揮 發揮得不好 你就愛憩恥恥 那你就 同意自己的 那個大的方向 就違反了 那就 不是這麼理想的解釋 那跟著呢 就是說 第四個比喻 第四個比喻 就是 這裏要說回 絕對的 第四個比喻 就是 有可能 這個比喻 一路講 這裏第一章 是詩一 第一章 一路講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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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上面呢 說 那日子那時辰 你們不知道 要警醒 這個 同女的比喻 是有這一句的 這個 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也都是有這句的 因為呢 就是有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在神的家裡面 教會裡面 還有十個同女 教會裡面的人呢 對這個主義中 回來的那個時間 都是很重要的 什麼時候回來呢 什麼時候回來呢 做僕人的 你要警醒 教會裡面 做同女的 那些 又要警醒 兩個人要警醒 但是 到 這些 以色列人的時候 沒有了那句的 因為那時候 所有的信徒都被提 離開了 但是在那裡已經默道 他們要經歷那個大災難 他們不用知道 那個時間性 和主義中回來的 對他們來說 沒有意思的 不用警醒的 就不用圍著那個日子 那個時辰 來去警醒 因為已經過了 他們只是需要按著 他們在神面前領袖的 怎樣去真心遵守 就可以了 明白那個分別嗎 所以這一個 第三個比喻 如果 這樣的看法呢 就是說 應該是用來講 以色列人 是更加合理的 好了 我們去到第四個比喻 第四個比喻 不過 沒有了那句話 要警醒 哪日子哪時辰 這個比喻 很清晰是說什麼 就是當人 只在他榮耀裏面同著 眾天使降臨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 就是剛才我講的 七至半神 耶穌降臨在半空 到最尾的時候 就全地降臨地上 那段時間縮短了 對不對 兩個降臨半空 到降臨地面 這些樹 很明顯是降臨地面 對不對 同著眾天使 就是降臨地上 坐在他榮耀的寶座 這個時候 萬民要聚集在他面前 萬民呢 就是指當時在地上 全世界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都要去到他面前 喏 耶穌要將他們分開 好似木羊的人 分綿羊和山羊 綿羊 右邊 山羊左邊 於是王就要講 向右邊的綿羊 你們只在蒙我乎恥福的 可來承受那 創世以來 為你們所預備的目 咦 好東西來的 是不是 先看下一篇 為什麼呢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喝了你們給我喝 我作客裏 你們留住我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 我病了 你看護我 我監裏你們給我 那這一群人呢 就說 很老實 他們說 主啊 我什麼時候見你過 給你吃 見你喝 你喝呢 什麼時候又見到你 著客裏留住你 或者赤身露體穿你穿 又什麼時候見到你病 或者在監裏來看你呢 你說這些 我沒有做過 他們說 很老實 我沒有做過 那主要怎麼說呢 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 這些事情 你既然做在我 弟兄中間 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我們在這裏聽聽聽 這一群的異人呢 他們得到主的獎賞 收納他們 成為異人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好事 這裏不是因為他信主得救 是做好事得救 這一處的萬民呢 就是經歷了大災難之後 耶穌降臨 做肥臉 地上的那些人 原來那處有一些人呢 是因為做了一些好事 耶穌就說 收納你 歸在異人 那他們做的好事 做在哪個身上呢 就是做在當時 同樣經歷大災難的 以色列人身上 因為當時在地上那些人呢 知道了很多事情 如果他們忍耐 不怕失去生命 不怕痛苦 不怕艱難 都唯悟當時受的不適色的人 說他到時以色列人 有一兩個人走來 哭了食物 給你一些食物 躲在一陣子 對這些以色列人做了一些好事 主就說 當做在他身上 收納他的遺疑人 因此就是說 到末世的時候 這個其實在不好的訊息裡面 都是一線的生機 就是當教會被提離 地上經歷大災難 上次我們講到地上的人 就是那些人不能夠再靠信主得救了 記不記得 不能夠再信 沒有成為了事實 主降落 那個主耶蘇就是救主 已經成為了事實 不能夠再靠信而得救 那他們還有一線證記 就說忍耐 不向惡勢力低頭 幫助那些受迫白的以色列人 能夠這樣忍耐 因為 主將來又會將這個 歸在他們身上 說 你做得好 仍然有機會 去收納 這個是對 教會被提之後 仍然留在地上 所有的外邦人 的一線神機 但是真正能夠這樣 有多少人 很難說 即是到時真正面對很多大的 大壹 的時候 是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這樣忍耐 來幫助那些人 不知道 不過出路有的 在這裏 跟著左邊 黃牛向那些人說 你這些被就座的離開我 進入那個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面 因為我餓了你們不吸我喝 你們不吸我喝 反過來 再說 客女沒有留住我 赤身同體你沒有給我 出完我病 還有在監裏 你都沒有來嚇我 那他們又說 主要我何時見過你這樣 沒有事後你呢 黃牛說 我實在告訴你 這些事你沒有做在我兄弟兄中最少一個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我身上 即是說 碰到有需要幫助這些人那些時候 這些人沒有去伸出門手 來幫助他們 維護他們 神就算他是惡 到末日最後 耶穌回來地上 萬物在他面前的時候 按這些人的行為來判定 究竟是宿免的 還是宿山羊 那些山羊 怎樣呢 去到永營裏面 那些義人怎樣呢 去到永生裏面 明白嗎 所以四個比例 一年 你看下來 顯得很有意思 第一個 第三個 第四個 解釋完那個過程 主要回來的時候 大災難要發生的時候 到最後終局的時候 那些沒有信的人要怎樣 一二三四這樣 就很清晰 所以就看這個比喻的時候 沒有辦法 一定要四個一起看 最好大家能夠回去 有時間自己再詳細些看 很多細微的地方 譬如說 為什麼這兩邊有天國呢 這兩邊有時間呢 那些是很有意思的 不是亂寫的 就靠這些 好像很簡單的幾個字 我們知道那個的訊息呢 是這樣來去理解 就更加有意思了 第一 作為神家裡的僕人 有真有假 看看他是否按時分量 看看他是否 和一些 貪律是否滿足的人 來做朋友 同類的比喻 就是說在教會裏面 真的有些人會 其實你以為你信了他 還沒信 所以在教會裏面 我們經常聚會的時候 已經和關心大家 是很重要的 你見到他的信心 好像有些問題 為什麼你這樣反應 為什麼你對事情不敢看 大家多聊些 大家多理解多些 幫助他在一個信心裏面 真是能夠結識他 其實是要接受福音的 就不是那些濫於充塑 在那些 其實不懂吹樂器 那些 我們如果一班群體 自己熟識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所以在神的福人 神的教會 頭兩個比喻 告訴我們 第三個比喻 在大災難裡面 他們怎樣需要 來按他們的領受 來去遵行 去決定 他們究竟是得到神的接受 還是一個被奏了的人 第四 也是說到被提之後 地上的人 還有一線的生機 希望到時候 多些的人能夠 到了這個環境 能夠忍耐苦難 去俗著這個最後一線的生機 來得到他人生 今天呢 第四講 到這裡講完了 所以 四講的鋪排 第一 關乎 叫圖 你 信了 或者你信了 等不及煮回來 去世 我們有一個盤幕 知道 煮回來的神 我們便會避提 我們由原則到 在地上邊的 以色列人和所有的人 在教會被提之後 會發生很多的災難 的問題 很多這些事情 現在都一直在步向著 那個方向 讓我們看到 那個人是越來越近 最後 第三 四講 我們從耶穌的話 看到 就是有 有很多的迷惑 我們的愛心 我們的忍耐 我們要提升 回復 一個愛心 回復一個 能夠忍耐的信心 最後 就是從四個比喻 我們看到 就是 末後的人子 不同的人 在教會裡面 亦七年和萬民 會是怎樣的結局 希望這四講 就能夠讓大家 有一個概括的認識 當然 在聖經裡面 還有很多的經驗 零碎 很多二和神 特地把那些 很多的語言 很零碎 分佈 這樣就 敢有人去破壞 神都破壞了 還有一些 陰法 就 叫我們去 去研究 去研讀 神幫助我們 將很多這些 又再傳回 給我們一個 這樣的認識 如果你有興趣 有能力 那你繼續去研究 看其他很多的語言 去研究 但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 聽到這四行 你記住這四次所講的重點 在作為信徒來說 應該都差不多足夠 那你斷斷的 那我們最後都一起結束 謝謝 請問天父 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 給我們這四次的時間 給我們 來一個很愛撥的 看一看關於 末世的事情 祝我們感謝你 留下一個理由 告訴我們 讓我們 能夠認識到 末世的時候 將要發生的事 是要怎樣 還有提醒我們 作為一個信徒 應該是要怎樣 去保護我們的生活 來到 看到這個末世的時候 真是愛惜光陰 真是去 在你面前 活得 將要一點 他們幫助我們 我們都是軟弱無知的人 很多時候的信息 聽了之後 很快就會忘記 會淡化 他們都幫助我們 叫我們在你裡面 能夠不斷的更新 不斷的 來將我們的信心 愛心 盼望 去更新 做一個你喜悅的 的信徒 在你的面前 能夠見證 你 然後你繼續 拜祢我們 拜祢我們眾人 走得 你作表那麼好 感謝你聽我們的祈禱 和耶穌基督的法案 謝謝陳全道 感謝你